大家好,我是Stan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这位上传截图的网友认为,因为Kim Sejong的留言,让很多云基森的粉丝们不愉快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跟我爸的通话什么的,这有点夸张了吧? 这不就像是对情侣,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上传这样的留言,缩骨留言也不太好 通话是很丑这样的,就算不是艺人也觉得是不是当的留言 是IDOL就要看粉丝们的眼色,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留言 Kim Sejong本来就常跟关系好的艺人们在IG留言开玩笑 不就是跟允基森关系好而已,干嘛这么敏感? 两个人关系亲戒,是粉丝们需要生气的事情吗?真好笑 大部分的粉丝们真的不会觉得怎么样 在那么多留言也就这几个负面留言不是吗? 应该就是有人想带风向吧 所以如果今天有女艺人或者是男艺人 在大家的本命ID这样留言的话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会不高兴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无法反驳的传奇直播 这是2019年12月27号KBSKAYOTE出间的直播影片 这支影片被韩国饭圈称为是传奇直拍的理由是 影片里隐藏着很多彩蛋 和睦相处的结尾皮女团们 突然疯狂跳一级爱惜的男人 差点跌倒的男人 马上扶持的钱量 慌张的一级成员们 伸手的王子 啊不是伸手的查尔诺 直到最后多位粉丝们挥手的穷骨 撞到刹那头的塔尘 大家最喜欢几号彩蛋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